中佳新聞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佳新聞 我是蔡曉君 新聞一開始要先帶你來看 繼交通部長王國才 前一陣子提出一個月內 要確定基隆捷運最後路線後 又有交通專家指出 該基隆捷運可以增加 台鐵東部幹線的運量 有助於解決北宜交通問題 對此基隆市長林洪昌回應表示 基隆捷運在市長會議中 獲得北北基三市市長高度的共識 就是因為可以有效改善區域交通 創造三營 他也希望綜合規劃案 能力拼在年底前完成 讓這一項攸關百年大祭的 重大交通工程 能盡早動工 針對有交通專家指出 基隆捷運成本效益高 又能舒緩東區幹線 運量不足的問題 是區域交通改善方案的解方 具有可行性 基隆市長林洪昌表示 這是當時在交通部市長會議 能獲得中央級雙北梁市市長 支持的最大原因 基隆捷運不只解決基隆交通問題 包括汐止 東湖 南港周邊交通 也都有所助益 為北北基三市創造三營 基隆捷運經過市長的會議 其實達成很高的共識 那對北北基三個城市 都是有非常大的注意 特別是我們基隆 還有包括汐止 甚至是包括東湖 以及南港周邊的地區 那未來甚至進一步 對內湖的交通的改善 也是有幫助 所以現在這個方案 大家共識很高 也創造三個城市的三營 那另外它的成本跟效益比 也是很高的 所以有報導在專家在提 它不只可以解決 我們基隆交通的問題 其實它也可以對東部的幹線 的一個醞釀也有幫助 我想這一點是肯定的 那這也是當初基隆捷運 得到中央大力的一個支持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而在交通部長王國才 日前提出一個月內 確認基隆捷運最後路線等議案後 你又常強調 這項重大建設 是基隆河谷郎帶 基隆細止南港地區的百年大忌 不只要做得快 更要做得好 希望綜合規劃能力拼在年底完成 達到又快又好的目標 其實大的一些課題 跟大家之前的不同的意見 在市長會議的時候 基本上都已經達成共識 那所以後續的中央規劃 現在正在進行當中 我們相信應該很快 中央規劃會有成果 那我們期待這個案子 就成如蘇院長所說的 是這個整個基隆河谷 郎帶基隆細止 跟南港地區的百年大忌 不只要做得快 而且一定要做得好 那我們希望這個綜合規劃 儘快的一個完成 那我知道交易部完成之後 也會再找這個北北基 三個城市 再做進一步的一個確認 我期待是一個又好又快的一個方案 記者張啟臣基隆報導 接下來要帶你來看 為了讓科技教育基層扎根 基隆市政府與聯發科技教育基金會 簽署合作備忘錄 聯發科將捐贈300套的 AIoT人工智能物聯網 開發版套件包給基隆市 並提供城市教育相關的 師資培訓課程 透過公司協力 共同培育新興科技應用人才 也讓基隆市推展智慧教育如虎添翼 這個套件上面 它有一些是我們既有的一些模組 像Wi-Fi的模組 各方面模組 全只要透過一些簡單的城市控制 它就可以把一些資料 跟雲端的資料能夠整合 然後就能夠控制這整個靠件 包含例如說要控制一些計電器 控制一些溫度的一些監控等等的話 就可以透過這個套件 用很快的方式就可以把它組合出來 聯發科技教育基金會董事 張垂鴻親自說明 內含主機版的開發版套件包 自己動手做的教材設計方式 讓基隆市長林又昌大為肯定 最重要的是能夠在很快的時間裡面 讓我們的同學可以上手 也就是說這個科技的東西 跟它的距離不會那麼的遙遠 那也可以這個激發引起孩子們的一個興趣 它很快就會有成就感 也就是說它經過套裝的一個設計 跟模組的一個組裝 它很快可以得到一個成果 這個會動 這個會亮 這個會響 或者是有其他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學習的一個過程 為了讓科技教育向下扎根 聯發科技教育基金會 與基隆市政府簽署合作備忘錄 除了捐贈300套AIOT開發版套件包 更提供基隆市推展城市教育 及AIOT相關的私資培訓課程 對近年來推動智慧教育有成的基隆市來說 簡直是如虎添翼 我們基隆市作為一個槓桿 或者是作為一個典範發展的一個城市 我們在智慧教育這一塊 投入非常多的一個心力 所以今天是有點如虎添翼 那個聯發科的這個我們的基金會 文教的這個基金會 科技的這個基金會 跟市政府來合作 我們就能夠往前跨出更大的一步 基隆市政府教育署方面表示 透過與聯發科的合作 將城市教育及AIOT 智慧應用的相關課程 導入國中小校園 鼓勵老師運用相關科技 誘發學生自主學習興趣 未來有機會投入科技新興產業發展 為國家培育更多科技人才 記者 張祺彤 基隆報導 接下來要帶您來看 基隆市消防局暖暖分隊 新建廳設舉行落成典禮 包括了市長林悠昌 消防署署長蕭煥章 議長蔡旺蓮等多位市議員 都到場觀禮 暖暖分隊規劃時 就融入了防災等多項功能 正好是基隆市近年來 以小博大的最佳範例 武士團熱鬧擊鼓 討個好彩頭 慶祝消防局暖暖分隊 慶祝消防局暖暖分隊 新建廳落成 金融市長林宥昌 議長蔡旺蓮 消防署長及市議員 及各界代表 都來祝賀出席剪彩 3 2 1 慶祝暖暖消防分隊 慶祝暖暖消防分隊 在建構的時候 其實我們特別考慮到 一個比較大的區域的 救災的一個需要 所以把它設置在 結合了我們的暖冬苗圃 還有我們的暖暖運動公園 也就是萬一這個地區 萬一有災害發生的時候 它不只是一個搶救的一個基地 它更是未來民眾 可以收容資源的一個場所 而且周邊的一個環境 跟場地非常的一個寬敞 我們的暖暖運動公園 暖冬苗圃 其實都可以作為 救災備源的一個基地 所以在當初規劃跟設計的時候 就把多種的功能 把它整合在一起 另外也把我們消防人員 它的一個相關的一個訓練 的一個設施跟空間上的需求 也整合在這個案子裡面 尤其是我們在救災的時候 都在跟時間賽跑 差了五分鐘 差了十分鐘 可以保障很多人民的性命財產 所以先挑萬挑 真的暖暖的地區 真的不是很大 先見冷暖消防分隊聽射 坐落於暖暖運動公園旁 四層樓的建築物 總工程經費一億一千多萬元 天色採用斜屋頂的設計 融入當地三四條件 而建築物以鮮明紅色屋頂 和灰色的主體為對比 展現消防建築物的強烈存在感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 晨雲寺一年一度的旗安離斗法會 農曆九月一號起一連九天 舉行旗安離斗送金禮燦法會 祈求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吉隆慈雲寺舉辦離斗法會 大殿安桌上數百個斗筒 整齊排列 都是信徒點的斗燈 每年那個農曆初一到初九 是那個拜斗的就是 每年只有一次拜斗 拜斗就是 因為今年跟去年差不多啦 兩三百百斗 是那個漢朝那個張道長 是一種為人家燒災解惡的 祈福的科語 參加離斗就是 朝拜自己本命的園程 那可是自己的園程 身體光彩 祈求平安 而其他有些生意事業方面的斗燈 把保命圓塑的燈 消災解惡的燈 等等就信眾祈求 真人敢啦 我若把他們都很準就 我會來搭誰 我的孫三個 跟我們孫都在這裡 九十年來這麼生 讓他們好生 好生 信徒點斗燈 又稱為拜斗 斗筒裡面會放入劍 尺 鏡子 閃等 十多種法器 幫民眾消災祈福 斗米代表我們天地萬物 牽代表園塵 傘代表那個胡佑園塵 劍也代表我們儲謀平安 劍啦 還有那個燈是代表我們 神光普照 齒是代表青龍祖東 刺是代表那個白虎祖西 剪刀是代表我們姿雀祖南 劍持代表我們玄武 那個湖北 他們都各有各種功能 這總歸就是保佑我們平安 軍事其安離斗法會 將一連舉辦9天 除了接受民眾點斗燈 歡迎民眾來廟裡拜拜 遵守防疫規定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 接下來要帶你來看 有一家專賣世界各地 頂級咖啡豆的專賣店 隱藏在六堵科技園區內 老闆身材魁梧壯硕 警察出身的他在退休後 成為烘豆達人 因為太愛咖啡了 甚至在手臂上紋身咖啡樹 一塊來看看 手臂上紋著咖啡樹圖案的老闆 仔細挑選產地不同 上等的咖啡豆所研磨的咖啡粉 用不同方式泡出香味肆意的咖啡 在家裡工作室 請來訪的好朋友 市議員楊秀鈺慢慢品嘗 味道就是它有檸檬柑橘的香氣 這家隱藏在六堵科技園區社區裡面 專賣世界各地頂級咖啡豆的專賣店 身材魁梧壯碩 原本從事警察工作的張姓老闆 退休前因緣際會愛上咖啡 從此結下不解之緣 完全是因為對咖啡的熱愛 就是這樣子 然後覺得很有趣 它每天可以讓我追著咖啡泡 從緊急退休後更毅然決然把愛咖啡的興趣 轉化為下半場人生的最愛 甚至直接在手臂上紋上咖啡樹的圖案 到世界各地專研也專賣世界各地的咖啡豆 就是想把咖啡的美味分享給大家 我個人覺得咖啡是我的一部分 每天咖啡占缺我太多的時間 所以我也想說既然這樣子 然後這個咖啡豆也很漂亮 所以我想說就把它吃在右手臂這樣 就真的是四年前的時候一次一元集會 然後很幸運的讓這位印尼的好朋友 帶我到城區去 然後再來就是學習烘焙的技術 然後瞭解到咖啡豆的一些知識 所以在四年前的時候就開始萌生這個念頭 然後就把原本非常熱愛的工作 幹了32年的這份工作 然後剛好給他做一個Ending 然後開始做我更熱愛的咖啡 別看老闆外表壯碩魁梧 談起世界各地的咖啡豆精 優雅又充滿故事性的內涵和語調 只能用溫柔婉約來形容老闆 對咖啡的深愛和專業 那到這個老賽門咖啡廳之後 真正喝了這一杯咖啡之後 才發現真的是驚喜 它的咖啡真的非常的香 那我也有跟他買那個咖啡豆 它的咖啡豆真的是蠻親民的價錢 它的喝起來那個層次感真的非常的好 那這個是巷弄內的一個驚喜 如果有民眾喜歡喝咖啡 喜歡這個咖啡豆的話 可以不妨到我們這家咖啡來品嘗看看 雖然很多人都會問老闆 到底哪一種咖啡最好喝呢 面對這個問題 老闆帶有才藝的說 全世界沒有一百分的咖啡 每個人對不同味道的咖啡 也各自有自己的喜好 只要您喜歡就是一百分的咖啡 我是覺得就是不要侷限 各個產區 各個風味 處理法 陪度 都有它美好的一面 所以不要去侷限說 我一定得喝淺陪的 我一定得喝深陪的 含辣白川 所以多喝 多吸收 建立自己的味蕾辨識度 再去找到你喜歡的那杯咖啡 咖啡沒有一百分 只要你覺得好喝 那就是最好的咖啡 除了熟門熟路的各家咖啡店業者 經過口耳相傳後 主動上門採買各種頂級咖啡豆之外 老闆也非常歡迎 大家有空來他的專賣店 聞聞咖啡香 一起聊咖啡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此雲寺藥士佛店 歷經兩年策劃 開光啟用 藥士佛大殿內 設有神佛尊相 必讀 慕科解王的揮紅莊嚴 不少信徒專程前來點藥士佛燈 祈求身體健康 消災嚴壽 歡迎民眾來自一次藥士佛店 參拜 感受髮型 想工作卻跟不上現代科技 為了協助銀法族就業 政府提供職訊與津貼補助 各區裡辦公處也定期舉辦 精彩活動 歡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 民國97年才開始啟用的 慈雲寺大悲殿中 供奉了由中國名師 許錫瑜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觀音菩薩 千手千眼觀音菩薩 為尊四面佛祖 雕工極為精細 信眾參拜完大雄寶殿後 不妨進到大悲殿 一窺四面千手觀音菩薩的 獨特樣貌 我想要月入百萬賺大錢 我想要住豪宅開銀車 我想要天天上一名牌包 斷斷吃高級辣力 來 現在簽下去 你就是人生贏家啦 醒醒吧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應徵工作時 要確認真實性 以免求職不成反受害 慶龍市政府關心您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位在七肚區中心的 開源立體停車場 因為停車塔的基建老舊 為了安全因素 已經封閉了一年左右 基隆市議員張耿輝指出 封閉停車塔 造成地方民眾停車相當不方便 因此邀請相關單位前來會堪 位在七肚區中心的 開源立體停車場 因為停車塔的基建老舊 為了安全因素 已經封閉一年左右 基隆市議員張耿輝認為 封閉停車塔 對地方民眾停車 造成相當大的不方便 因此辦理會堪 要求市政府交通處 緊速編列預算 大約只需要四五千萬元 就可以辦理整件 更新新的基建 重新啟用 我要到哪裡去找位置 我出門去 還是我上班去 回來真的是沒有地方停 我在這裏 我也希望我們張科長回去要積極的 向我們處長 甚至於在財主編列預算的時候 要提出來 因為事實真的很需要 想一想我們市區的人愛國小 信義國小 你們發了五億多 五億四千多萬 我們這邊人潮這麼多 且區區的四五千萬就可以使用了 而市政府交通處方面則評估 整件更新停車塔基建的經費相當龐大 因此傾向用替代方案 也就是希望向國有財產署 承租在開源立體停車場 對面的空地來作為停車場 處理未來的停車問題 大概像早上這邊早市 南興市場這邊都有持續的這個停車需求 那市府這邊也持續來 跟這個國財產署這邊來接洽 這個光明路側這邊土地來做開闢停車場的部分 那後續另外在七堵車站對面這邊 也有一個台鐵老舊的一個宿舍 我們希望說台鐵在這個員工的那個 居住的部分安頓好之後 也許在宿舍拆除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來接下來做停車的空間 來服務這個七堵周邊的居民 那至少在短期的部分 能夠開闢來做停車來做使用 不過市議員張耿輝仍然認為 開源立體停車塔對於地方民眾的停車 有很大的便利性及必要性 要求市政府交通處還是要想辦法克服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再帶你來看位在中山區德安路的 德安家康社區 因為水壓時有不足的問題 因此德安里長謝明傳 以及社區管委會向市議員張秉均反映 希望能有改善的辦法 位在中山區德安家康社區 因為經常都有水壓不足的問題 因此社區管委會主委葉文昌 以及德安里長謝明傳等人 都向市議員張秉均反映 張秉均特地邀及自來水公司一區處 新山集水廠廠長 以及市政府相關單位人員辦理會堪 尋求改善的辦法 這兩年來就是說有當有廉價的時候 突然有比較多人在使用的時候 我們發現在我們這個最末端的地方 都一直缺水的狀況 水壓變小的狀況 那感謝張秉均這邊這一次的 幫忙聯繫會堪 那廠長這邊也給我們一些建議 那是不是我們自己先做一個加壓系統 這個舊水管啦 進的水就是這麼多 那因為外面已經用了滿多 所以最近我們德安家康社區裡面的水 一直都尤其在尖峰的時間會比較不足 在尖峰的時候它在稍微少一點水而已 現在就有管委會現在做一個加壓的動作 目前根據我們測量出來那個水壓是沒有問題 那就怕說尖峰時間 又包含新的社區 怎麼陸陸續續建起來 因為這邊廣播可能會影響到進水壓力 所以也同步建議社區這邊 在經過總表那邊 是不是來能夠做個加壓設備 讓它先進一個儲水設備 看這兩噸五噸的都可以 然後在如果說這邊進水量 感覺不太夠的時候 然後可以有這個備員的設備 來應付緊急的那個缺水的情形 自來水公司廠長有提供他相當多的寶貴的經驗 先提供給管委會 讓他們來去研議 來去解決掉這個水的問題 但因為我們復興路這一邊 近期有相當多的建案即將要產生 那未來在新的建案產生 新的住戶搬進去之後 我們德安家康的用水的問題 會不會也被有被那個阻礙到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們也同步請自來水公司 回去重新計算 他們的用水量到底是不是足夠 未來當新的住戶入住之後 也不會讓我們德安家康的住戶 用水的權益給消失掉 那這邊我們也會來同步來去協助 若有用水量不足的地方 我們會請蔡司令委這邊 還有秉均共同來去爭取 來去替換掉他們自來水水管的管路 然後來保障我們 不論是德安家康 或者是我們復興路 所有這邊住戶 機民用水的權益 張秉均表示 將從短期和長期兩種方式 來改善德安家康社區水壓不足的問題 改善社區居民用水的不方便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道 吳貝鎮明天就要上路了 金融市政府與49家業者合作 推出了七大優惠活動 包括了暖心旅遊兩天一夜團體補助 買一送一 以及基隆半價住等優惠 而且不用抽籤 不用預約登記 不用綁地 來就大方送 基隆 吳貝鎮七大加忙 基隆市長 林游昌帶領業者 高舉七大優惠活動看板 要全國民眾看過來 強調拿五倍券來基隆消費 不用綁定 不用抽籤 好康通通有 不用抽籤 也不用預約登記 更不用綁定 然後來就送 我想這是我們的一個特點 那七大優惠的一個方案 包括基隆暖心旅遊 兩天一夜的團體補助 還有基隆U購的郵購券 以及基隆U購的好禮抽 基隆K好康 還有這個基隆半價住 以及基隆八折購 還有基隆買一送一等七大的一個加碼 那只要持五倍券到我們基隆來消費 不管是我們基隆的市民 或者是外縣市的市民都一樣 可以包括食宿 郵購 通通都有好康 那這個其中我們特別就是希望說 這個能夠對我們這一次疫情影響最嚴重的 這個觀光旅遊 還有飯店 住宿 餐廳 餐飲等等的一個行業 能夠實質的給他們一個支持跟幫助 所以我們特別推出這個暖心旅遊兩天一夜的團體補助 旅行車只要組基隆兩天一夜的這個出遊團 那至少安排我們基隆兩個景點 並且在我們基隆市住宿一晚 我們每團每人會有300元的一個補助 強五倍券的商機 基隆市推出讓五倍券變更多的優惠 還有機會抽到Gogoro機車大獎 希望吸引更多的人來基隆消費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青森電台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到處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